大家好,我是小马,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BuddleStrap中的折叠组件 我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个是Collapse折叠 它可以使网页中一部分的区域呢 实现打开折叠的效果,或者叫做隐藏显示的效果 第二个是Accounting风琴 风琴是折叠效果的扩展 可以实现内容的分类显示 比如QQ的联系人分类功能呢,就是风琴效果 关于折叠更详细的信息 请大家参与官方文档 就是这个网址 然后今天咱们例子中的原代码呢 我会放到QQ的服务器上 好的,下面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开发 今天例子中的代码呢 其实我已经提前给大家准备好了 我现在把它拷贝过来 大家请稍等 先拷第一个例子,折叠 从这个地方拷贝过来 好的,我把它放到这个地方 OK,咱们先运行一下Clone 看一下实际的显示效果 大家请看这里面有两个按钮 帮助一帮助二 当我点下帮助一的时候 帮助一的折叠内容显示出来 当我点击帮助二时候呢 帮助二内容显示出来 当我再次点击的时候呢 这个折叠内容便收起来了 好,这就是这个例子的显示效果 好,我们看一下原代码 首先是一个A链接 它是一个普通的按钮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大家请注意这地方 这个DataTag 这个呢,要写上Collapse折叠 说明这个A链接呢 是一个折叠类型的链接 同时大家注意这地方 我A链接链接到什么地方去 我这写了一个CollapseExample1 这个呢,其实是一个ID 大家请看 就是下面这个DIV的ID 换句话说 当我按一下A链接的时候呢 它会打开这个链接 或者叫做打开这个折叠的显示内容 当然这个DIV的内容呢 是Collapse 第二个按钮呢,也是同样 第二个按钮的数据Tago 也要写上Collapse折叠的类型 然后它的数据目标 DataTarget呢 我设的是CollapseExample2 这个Example2呢 就是下面这个DIV的Example2的ID 那么呢 这也就是说 当我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会打开这个折叠 或者叫打开 以及显示这个折叠的内容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效果 好的 接下来呢 我再给大家展示一下 Code点风琴的效果 请稍等 我把风琴的这段代码拷贝过来 风琴的代码呢 看起来比较多 其实呢 都是重复的拷贝 我这风琴 里面设了三个折叠的内容 其实的内容呢 折叠内容写法都是完全一样的 咱们运行 看一下效果 稍等 我运行 大家请看 这个就是风琴的效果 默认呢 显示摄置组1 然后当我点击摄置组2的时候呢 1的内容收起来 2的内容显示 点击3的时候 3的内容显示 2的内容收起来 我再点回1呢 1的内容显示 其他的摄置组收起来 OK 这就是风琴的效果 我们马上看一下代码 风琴简单的来说呢 它就是一个DNV的Pinal Group 一个面板组 然后咱们在这个地方呢 给这个面板组示上一个ID Occoding 说明呢 这是我一个面板组的ID 我在下面会引到这个面板组的ID 大家请看 所有的这个面板头部呢 它都会有一个数据负DataParent的属性 这个属性呢 就要设成这个面板组的ID 就是这个地方 好的 接下来呢 我看一下 接下来咱们要设置这个 每一个这个折叠 或者叫做每一个面板 这个面板呢 是标准的面板 它有一个头部 有一个这个身部 头部呢 就是这个地方 摄置组1 摄置组2 摄置组3 在头部里面呢 咱们要订一个面板头 这个在讲解面板的时候是一样的 然后呢 咱们这个面板要给一个ID Heading1 那个Heading1呢 在下面会引用到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地方 当然这个是为这个屏幕读取器引用的 咱们这样写就可以了 好的 接下来咱们再看一下 这个头部链接的部分 这个呢 是一个标准的 HTMA的链接 然后它的数据Toggle和刚刚一样 要写上这个Collapse 这个折叠属性 然后呢 它的数据负 刚刚咱们说过了 就要写成这个面板组的ID 是这个地方 ID就是这个地方 接下来是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A的链接部分 HREF 我呢 写了一个链接 Collapse1 这Collapse1呢 就是这个折叠组 或者叫做这个设置组的DNAV 换句话说 当我点击这个Link的时候呢 是这个DIV被显示出来 或者说被隐藏起来 大家请看 就是这个部分 当我点击摄组1的时候呢 下面这个部分显示出来 再次点击呢 是下面这个部分隐藏起来 大家请注意 风琴折叠的设置呢 就是通过这个ID和这个HREF呢 做一一的对应关联起来 然后咱们DNAV呢 要设上一个PanelCollapse Plus In 来表示呢 这个设置组1 在画面启动时呢 要默认的显示 然后这个PanelBody呢 就是这个显示的内容 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 好 然后设置组2和设置组3的设定方法呢 也是完全一样 我就不再赘述了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所有的内容 今天代码呢 也放到开源中文服务器上 请大家参照 好的 谢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